台湾相当流行脚底按摩 听说不但可以疏解压力 身心舒畅 还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 脚底按摩也在全面提升职场品质跟竞争力 2019年12月15号 中华逐步反社区健康法协会 联合中华民国脚底按摩职业工会联合会 以及许多学术单位 共同在台中市双十路维他路基金会会馆 举办一场脚底按摩产业一化 既创新技术2.0发表会 希望能够跳脱传统的纯手工按摩形态 打造一个结合品牌形象 科技设计的健康竹疗产业 我们做一化以后来讲的话 它可以让脚底按摩 它变成一个非常舒服的另类 一化的按摩 有重的或者是需要按久的一个反射 可以藉由这台仪器一化来做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由我们的调理师 由我们的老师师傅 在操作这整个按摩的过程 却治安理事长说 目前全台湾有1000多家脚底按摩 从业人员也超过1万人 但是面对市场的变化跟挑战 脚底按摩协会最近就跟仁德医护专校 调理保健技术科合作 推出颇长606跟808的雷射竹疗机 让脚底按摩进入医化时代 还要配合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开办技术室之类检定 开创竹疗产业的新时代 而在这场花表会上 艺人秦阳也亲自现身说法 说明脚底按摩对于健康的帮助 简单的来说 如果我们不以疗效来说明 我用最简单的气血流通 用了这台机器之后 真的是气血流通 人家在说身体没有摆病 就是一定要达到气血流通的状况 气血流通之后 等同是我们一天的运动量有足够 所以身体会放得很轻松 整个疼痛感会不见 那这个就是我亲身体验 在这场产业医化的发表会中 仁德医护专校调理保健技术科主任吴东升说 脚底按摩已经进入医化时代 不仅可以消除民众的疼痛感 让足疗变得更轻松更健康 也节省了部分人工 足疗产业将来一定会持续进步发展 取得亚洲地区创新跟领先的地位 再创台湾经济跟足疗产业的奇迹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